7位数的墨翠切出来呢 它是长了还是垮了 这个知识点呢 其实来说呢 它真的没有那么难 那玩墨翠怎么切一盘它好不好 你不能当饲料切一盘它 但是你可以当种水切一盘它 那就比如咱们玩一个种水料 有脱沙的地方 它开出来是不是比较好 有水路的地方有脱沙的 它的隔路开出来 它的水路是不是比较好 而且呢咱们可以看得到 这个料子它开窗的面积 包括这些位置 包括这些位置 它都是脱沙的 不同皮脂的话呢 你想开出这个脱沙的品质是不可能的 包括咱们玩的种水料也是一样 咱们来切验一下 这个墨翠它够不够高级 为什么说它能达到一个 七位数的一个价值 首先咱们来看一下抛光的位置 如何分辨高质量的墨翠 再说一次 咱们可以看得到 幼稚油墨 它的黑度油墨 就跟墨水一样黑 而且来说呢 不管哪一个方位看呢 它就有荧光 首先呢得起荧 再者呢你可以看得到它跟镜面一样的 我的手指是可以看得清楚的 还有一个打灯最为关键 压灯设计由于墨翠的密度比较高 它是跑不出光圈的 除非来说呢 你切片从后面打 移到这边 你就可以看得到它是放力的 还有一个呢 如果你压灯设计呢 它的水呢 跑在光圈之外呢 证明这个料子的黑度不够 那就是老蓝水了 咱们可以看得到这种面积 它尾边也开了窗 包括这些位置 可以看得到这些位置呢 它也是发黑 那谁能抵挡着这种料子 它全部切出一样的品质 它是打到一个什么样子的价格 这个呢是非常有诱惑力的 来吧 咱们打开看一下 到底是炸了还是垮了 哇 六指打开 咱们可以看得到 它就是变种 就是跟我们分析的一样 你不可能来说呢 它全部呢 都是能达到这个品质 而且呢 这个厚度也是有搭建的 最可惜呢 就是中间这一大块 它是没有划开 咱们可以看得到 这些位置呢 它都是有的 包括这一片 这些位置 包括它这种位置都还有 但是呢 就看一个厚跟薄的一个 问题的存在 这种呢 就在意你的眼力 再去打一个数 它这个料子能值多少 当时买过来呢 这个料子呢 是七位的时候 现在切成这样子 还剩下多少呢 你感觉能回